政治方面的消息要来关心到 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新加坡进行市政交流 但是这趟行程被视为参选2024的起手事 今天是行程的最后一天 被问到说如果被国民党征召他会怎么做 侯友宜松口表态说 面对所有挑战都毫无惧怕 只要为国家跟人民创造更多的安心安定 让台湾永续的繁荣发展 都是他该做的事情 朱主席说征召的时间会比之前更早 党友党的规划跟杰作我都要给予尊重 四天三夜旋风访问新加坡 新北市长侯友宜这一趟 虽然定调市政国际交流 但外界市委是他参选2024总统大选的起手势 如果明天就宣布正当你会说夜宣度 面对所有的挑战我毫无惧怕 只要为国家为人民能够创造更多的安心安定 让台湾能够永续繁荣发展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情 行程的最后一天面对媒体询问 侯友宜终于松口表态 语气说得很坚定 面对2024国民党人选 他也是魏民 相较于鸿海创办人 郭台铭动作频频 侯友宜在党内的呼声最高 不让郭台铭抢尽风头 这趟也跟新加坡副总理 王群才见面 在新国抛出两岸论述 这当然也是参战的必考题 创造台湾能够发展空间的更大的机会 更重要要避免战争的风险 维持和平 这也是世界所期盼的 至于何时规划 访问美国呢 只要能够让我们国家人民 更幸福更安定 我都会乐于协力的 把协力以赴 把整个国家的繁荣 当成我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 积极修补外交学分 借着新加坡在国际跟两岸间的 特殊地位 判能成为助力迎战2024 记者杨佩宇黄伟才 新加坡采访报道